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单立模式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单立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跟图形方式这种解读 我们用拟物化的方式来详细地阐述一下单立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单立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我们去关注的点 最后我们用代码实战的方式来实现一下单立模式 然后进行前几节的总结 从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单立模式概念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先用文字来解读一下单立模式 然后我们再用拟物化的形式来解释一下单立模式 这样呢能让大家从本质上理解单立模式 也能让大家把这种专业的计算机术语看懂 我们以后在学习这种特别晦涩的知识的时候 也会从这两个方向给大家进行解读 大家在平时学习的时候呢 也要养成这种习惯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单立模式 用文字来解读的话 那么就是说单立首先保证的一个类只有一个实力 如果说有多个实力 那它就不是一个单立 它是一个统一的里边抽象出一个自己的 就我们在这个统一的大方向里面 可能有很多一个一个这样独立的个体 那么实现的方法一般是先判断实力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就返回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了再返回 这就确保了一个类只有一个实力对象 那在GS里呢 单立作为一个命名空间的提供者 从全局命名空间里提供一个唯一的访问点来访问该对象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 我们要这种拟物化的形式再来解读一下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 读下来这样一段文字 好像并没有理解什么是单立模式 那么下面 我们先用这种拟物化的形式来解读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分析一下这段文字 比如说我们先看左边这样一张图 那么你在买一个新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子上连个门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开发商 你说这个房子还没有门 然后呢就要建门 但如果有了门呢 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门里边进来 那么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没有则创建实力 如果有了直接返回 那么比如说大家都入住了 我们301跟302都有独自的门 那么每个门呢也都有自己的归属 比如说301叫小王 302叫小李 我们可以通过门之间相互进行消息通讯 比如说我们302小王忘带钥匙了 那么301的小李就说 你忘带钥匙了吧 来我家坐一会儿 那小王跟小李呢 那之间就可以进行这种单例的通信 那么再反过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字 单例就是保证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例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房子 对外人来说只有一个门 可以让你来我家串门 那么实现的方法 一般是先判断实例存在与否 那么我们在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先要看一下 这个房子上有没有这样一个门 那就是我们先判断实例存在与否 如果存在直接返回 如果存在这个门了 那你就直接进去就好了 这就是你的家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了再返回 如果不存在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找开发商给我们建这样一个门 然后我们再进去 这就确保了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例对象 那我们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每一个门它都有自己的归属 我刚才说了 301是小李的 302是小王的 那么这个类你也是唯一的一个 它都是归属于各自的一家 你不可能说这一扇门又归小王 又归小李 那么在JS里呢 丹利作为一个命名空间的提供者 我们什么叫命名空间呢 小王跟小李 这样我们能找到他们的人 这个名字就叫做命名空间 比如说想去找小王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去敲小王家的门 那么整个门这个归属就叫做命名空间 从全局命名空间里提供一个唯一的访问点 来访问该对象 那么我们整栋楼呢 里边有特别特别多的人 那么有很多小王小李 但是呢 我这一扇门 我只给了这样对应的一个人 而且我只给了一个唯一的门牌号 那么虽然你又叫小王 但是我这个301就是这个小王 可能我501又是那个小王 那么从全局的命名空间里 提供一个唯一的访问点 来访问该对象 就是从我们整个的一个楼洞里边 找到这样一个唯一的门牌号 我们才能找到对应的小王 这个就是用你误化的方式 我们来解读了一下单列模式 那么这个单列模式 在我们开发里边用的还是非常广的 它能保护我们的对象 能保护到我们家人 因为我们有这扇门了 可以不让坏人进入 可以不让外边的人乱闯入到我家 那么单列模式呢 在JS里边啊 它应用的也比较特殊 我们后级节课会用代码的方式 给大家来进行实践 这一节课 我将给大家学习一下 单列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的课程内容 那么一个是模式的作用 那么这种模式 我们这种单列模式 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个可以做模块间的通信 然后呢 它可以在系统中的某个类 作为一个这种命名空间 但是它只能存在一个 还有可以保护自己的属性跟方法 那么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次的使用 然后要注意一下 B包会造成内存泄漏 不需要的要赶快干掉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new的成本 然后我们依次用这两张图片 再去解释一下 它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我们左边是自己家 右边是两个邻居 那么第一个模式的作用 模块间通信 什么是模块呢 那么现在301跟302的小王跟小李 他们分别是自己独自的模块 那么他们俩怎么通信呢 他们俩可以通过平时这个门铃 进行消息通讯 也可以两个人走出到门外来 进行消息通讯 甚至两个人可以进行电话之间的通信 那么前提是 这两个人要是独立的模块 他们都被固封到自己的家门里 第二个系统中某个类的对象 只能存在一个 一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它只能有一个门 而且这个门只能是小李或者小王一家的 它不可能说你这一个类里的对象 它归去了两个 它只能存在一个 那么我们看啊 比如说现在小王它是一个 小李呢也是一个 那么他俩都是整个这个小区里的这个人类 那么他在这个某个类的对象里 只能存在一个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身份证号 也只能存在一个 可以变相的去理解 也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想 只要说你在你这一个大类里边 存在一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单力模式 保护自己的属性和方法 为什么要有这扇门呢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扇门来保护外边的人 不进到我们家里面来 然后呢 也可以保护家里面的各种东西 不受到外人的干扰 那我们现在用GS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变量A 那么我现在直接声明了 哇A等于4 那么现在我要再去声明一个A等于5 我们的原来的A 是不是被污染了呢 必然会污染 因为A现在变成了5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把我两个A 分别的都保护起来怎么办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命名空间 比如说我Y一个X Y一个Y 那么X跟Y 它都是在这一个当前Windows的对象里边 只存在了一个 那么X下边 我放一个A Y下边我也放了一个A 那么X下边呢 我可以放一些Faction 我们所谓的这个属性 那么它就是直接的一个变量值 我们所谓的方法就是一个Faction 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Faction 还有这个变量保护起来 那么我这个时候X点A跟Y点A 就互相干扰 比如说你家里的花草 跟别人家里的花草 那么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你不可能乱动这些花花草草 所以说你把这些东西要保护起来 那么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下节课来讲具体代码的实现 但是大家首先要温固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This 在JS里的This是特别灵活的 它不像其他的变成圆 那么它只有一个This 就是当前的这个对象 那么在JS里的This 它是随着你这个调用不断的发生变化 大家也要记住一句话 谁调我了 我就指谁 那么This也是这样 就是你调了我 我就指谁 你window调了我 那我就指window 你object掉了我 我就指object 你要nure了一把我 那我就指你先nure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判断 这个This 它instance恶物的话 我们依然能够找到 就是你nure出来这个对象 那么第二个 B包容易造成内存泄漏 什么是B包呢 B包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理解 B包就是拿到了你本部该拿到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B包 它专业的术语叫做 扩充圆这个函数的增余链 但是呢 其实把它理解成生活中 就是拿到了你本部该拿到的东西 你是里边的一个faction 但是现在你叛变了 你把国民党这个相关的东西 全送给了共产党 你是好人 但是呢 你在国民党内部相当于 你就做了不好的事 因为你把国民党的内部资料 给return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你内存泄漏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汉奸 但是你跑掉了 我要赶紧把你干掉 那么这个就是B包最经典的理解 B包容易造成内存泄漏 那么我们声明的任意一个faction 它其实也是一个B包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js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new new是有成本的 什么叫做new有成本呢 比如说我们wara一个a 是一个string的类型 但是现在你非得wara等于newstring 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整个js 去声明你这样一个变量的后台的成本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 平时使用new要有节制的使用 那么我们前几节的概念都实践完了 我们下节课呢 来进行代码的实战 以及总结一下上几节课 我们所说这些拟物化跟文字化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单例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上几节课呢 我们学了相关的一些概念 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么我们这节课 就来进行一下实战 和对上几节课的代码 以及我们相关的概念进行总结 那我们先来进行一下代码实战 我们打开我们最常用的编辑器 wm 那我们先建一个atml文件 我们把它叫做index.atml 然后我们建入一对square标签 好 那么现在我来写这段代码的时候 我并不按照这种程序上的规范进行写 我也这种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来进行编写 然后大家平时呢 真正的开发的时候 一定不要像我现在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画一个小王 就像上几课 我们用女物化的形式进行讲解一样 那么在写代码之前啊 我们先来进行一下尾代码的编写 单例是什么 两个独立的对象 独立的对象 那我们建两个 一个是小王 一个是小李 然后呢 让小李跟小王通过门铃进行通信 那么通信的前提下 先看一下小王家有没有门 要是没有门和谈门铃呢 所以说如果有门 直接通过门铃通信 我们可以按叫滴滴 如果没有 先建门 那么建好了之后 两个单例开始通信 我们那尾代码写好了 我们开始写真正的代码 首先我们挖小王 在GS里边 声明这样的单例啊 有很多办法 那我们让小王 设成一个自执行的 faction 这些都是GS的基本知识 我就不再给大家具体多说 我们的小李呢 他是一个什么呀 他是一个object 那么下面 我想给谁呀 给小王打电话 我们叫call小王 我们让他是一个faction 这个干嘛呢 我们叫小王 点 什么呢 送消息 小王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门铃 让我们送消息 送什么消息呢 这个消息可以由外边来 定制 因为我们线面 还没有让他俩联系到一起 那他可以有这样一个送消息的方法 那怎么来送消息呢 我们这里边 首先啊 要给人家小王家 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里边呢 就是小王家全部的相关的对外暴露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放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条 就可以让他送消息 我们让他这样种送消息 那我们可以接收这个message 然后接收message的时候 给谁呀 给门 给门上的门铃 那么要通过一层一层的 首先给门 然后去找门上的门铃 那我们首先 升进一个门 按照我们现在 建立两个对象 一个小王 一个小李 让小李跟小王 通过门铃进行通信 下面我们送过来一些信息 那么现在小王 接收到这个信息 然后开始找门 如果没门 怎么样 如果没门 那我们这个时候没有门的话 就要告诉小王家 要怎么样 说要建门呢 要建门 那么怎么建门呢 我们是不是会让小王家去 拥有一下 小王家 然后把人家这个信息 存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门等于谁呢 就是不等人家新建 这个门啊 那如果有门了 我们直接把门 动出去 那小王家上 有这个门了之后 就应该有门铃 这个门铃 就是我们接收到这个 消息 那整体来下来之后 我们下面 就可以让 他俩之间通信 那怎么通信呢 我们看一下 就让小李 主动发起 靠小王这样一个 请求 那么我们 反回来的应该是 小王 加 独立的对象 那我们看一下 小王家这个门铃啊 想没想 那我们让 小李 主动发起请求 我们来一个门铃的响声 BD 那么两个单例 开始通信 那么整个 也是按照我们的尾代码 把这个实行了一下 那我们下面来 在 我们的浏览器中 看一下效果 好 他弹出了一个错误 安得犯的 其实我们不怕出错 为什么呢 因为 只有这种经常出错 我们才能不断的提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让小李 发起了这样一个请求 但是没有把 小李 在外边主动请求信息 给人家小王家带过去 你都没有带信息 人家怎么可能 把你这个门铃叫响呢 好 BD 这个时候 小王家的门铃 就响了 那我们用这个呀 就实现了一个 单例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GS的代码 非常灵活 你怎么实现单例 都可以 但是啊 我们这种实现单例 它是静态的 它会常驻到内存里边 我们这种单例 是 直扭我用到的时候 我才去 拗了我这个门 所以说 大家在实现单例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种 拗的成本 以及 this 还有B包 什么是B包 同学们 我这个小王 现在是不是用完了 那么用完了之后 怎么样 要把小王家给 制成空 你都跟人家交互完了 你还停留在 人家这个门上 那就不对了 这个时候 等待 垃圾回收 这样的话 就会把内存给 省掉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样改了之后 在浏览器里边 效果是不是依然一样 那么依然是 B 但是我们这个对象 却可以 在这一瞬间 等待垃圾回收机制 那上面啊 我们是按照这种 这个对 整个这个理解 来写这样的代码 但是我们平时开发里边呢 不可能这么写代码 平时开发里 单例怎么用呢 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页面上有四个按钮 我们来六个吧 A B C B E F 我们也用了 gQuery 给它保定世界 那我这里边执行逻辑 好 那下面我有六个按钮 我就依次的要写啊 六个 这是什么 B C D E 好 下边就不给大家写了啊 就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样看起来啊 如果说你后边 在点击事件里边 逻辑特别多 整个东西就乱掉了 而且你这个里边 如果有一个变量 比如说Y一个A 等于4 那么你想让这个B 接受到你这个A 可能接受到吗 同学们 是不是接受不到啊 因为这个A 已经被你给B包了 所以说 我们如果用单例模式 来改变我们平时开发 这种代码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 你这个A B C DEF 都归属于 哪个命名空间下 比如 我们这个A B C 它就归属到 我们叫做TOP 这个顶上 那么下边呢 归到什么呢 归到这个Banner 这个命名空间下 那我们来怎么做 来看啊 WAR TOP 我有个INIT INIT里边干嘛呢 我们不再像这样找元素了 我们比如说 想传递一个A 我就把这个A 放到这 然后呢 这里边 我们先去 RENDER RENDER干嘛呢 它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 DOM元素 放到这个里边 我WAR一个ME 等于Z 这个Z 指谁啊 是不是指TOP啊 然后 ME.BTNA 等于 $ 我们找到这个 A 然后 我们再来执行Bund Bund是什么呢 就是给我们这个东西啊 绑定时间 好 那这个时候 我WAR ME 等于 Z 那我用这个Z 去取这个BTNA的时候 就能取到了 C-L-I-C-K 然后 FACTION FACTION的时候 我们把这些业务逻辑啊 取出去 比如说我们要执行TEST 我们就可以让 ME TEST 大家不要在这里边 Z点TEST啊 这样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Z现在指谁了 执着按钮了啊 ME 我们在上一集 把Z缓存 我们再来执行TEST FACTION 那么这个时候 我把A复值 A等于5 好 我们再TOP完了 那么下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谁啊 BINNER BINNER的时候 我们依旧 把这个 这个 D 放到里边 然后他也有TEST 他也有5 那么他这个时候 就可以相互进行保护了 这些两个独立的 命运空间 我把下面这些5用的代码 暂时大家注视掉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这个INIT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 先去 绑定我的 倒民宿 再去为倒民宿 绑定实际 那 现在 我们想分别的执行的时候 那这个呢 也是 也是 加 真的 是 加 棒 执行了之后 我们让 TOP 跟BINNER 分别的 图实化 BINNER 那怎么进行 效益通讯呢 我在点击的时候 我这会儿 不改变自己了 不改变谁呀 我改变 TOP 点A 我等于 6 哎 这样就实现了 最简单的单例 自己保护自己 而且系统中 又有一个 那么大家平时在开发的时候 可以这样的来试一下 把你整个这个 对用的逻辑 都封装到你对用这个区块里边来 然后呢 让你的代码 更加可靠 那么这节实战 我们先说到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 几以上 几节课的总结 这本套课程 我们学习了 单例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了 以下知识 第一个 知道什么是单例模式 然后呢 掌握单例模式的作用 和使用注意事项 最后 应该你掌握 设计模式这个 代码的编写 对单例 这种设计模式 看 在你的代码里边 会有什么 对你正面的影响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 来改善一下 你曾经的代码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呢 你可以关注 极客学院 JavaScript设计模式 整个系列合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